文文经典,以古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读孙子兵法 不齐吉如风,齐徐如林,轻略如火,不动如山 这四句算是孙子兵法其实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四句 因为日本战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武田信玄 是一个大将军 将齐吉如风,徐如林,轻略如火,不动如山 这十四个字啊,用经迷书 写在青色的眷布上,作为武田君的君旗 被称之为孙子旗 我们先来看这句话怎么解释 齐吉如风,李全的注解叫进退也 就齐来无忌,齐退也吉 曹操的注解就是积空虚也 张玉的注解呢,叫齐来吉报所向披靡 所谓的齐吉如风啊,就是一讲进攻,二讲撤退 进攻,迅吉如风,撤退,无影无踪 曹操补充的说叫积空虚也 就是要能判断虚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必时积虚,这样才能所向披靡 迅吉如风,他能去也能回 齐徐如林呢,指的是军阵 就像树林一样整齐 徐徐而行,无懈可击 李全的注解叫整成而行 你可以想象整个军队的方阵 像树林一样整体去移动,静静的 缓缓的向前推进,这种强大的压迫感 杜牧的注解叫徐缓也 言缓行之时,须有行列 如陵墓也,孔为敌人之演习也 曹操补充的注解叫不见利也 与前面所说的兵以利动相互应 就是说还没有看到虚实的情况下 还没有见到攻击的有利条件 则徐徐而行 杜佑的注解呢,叫不见利不浅 如风吹零,小洞而大不宜 侵略如火讲的是什么 进攻的时候就像熊虫烈火一样 李全的注解叫像 如火燎原,无以草 加了个无以草 就是敌人无处可逃 不可抵御,一个也逃不掉 灵标的猛追猛打猛冲 就是这个意思 三猛战术,相当于侵略如火 曹操的注解还是一个字 急也,还是快的意思 不动如山 曹操的注解叫守也 不动如山讲的是防守 军队不动的时候就像山一样不可撼动 群子有一篇叫义兵篇 他说 远居而方正 则如磐石燃 处之脚摧 就尖如磐石 谁如果来侵犯 只要哪个脚来顶 我就让那个脚去粉碎 风铃火山 讲的就是快和稳 魏辽子说 重如山如林 轻如炮如帆 进退则如风如火 不动就像如山如林一样 武田信玄也把风铃火山做了一些解释 他们怎么解释的呢 急如风说的是武田家的骑兵 武田的骑兵是日本第一骑兵 他们往往大将的时候是骑兵先冲锋 那另一个呢 就是战略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主要是指两项 一个呢 是指风火台的信息系统 军种啊 以甲匪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一套密集的风火台系统 边境一旦有事 就用不同的颜色的狼烟来进行通报 所以武田信玄总能最快速的做出反应 调动军队 第二呢 就被人称之为棒道的交通系统 就像木棒一样直 这就是著名的武田棒道 甲匪国所在的是山区 武田信玄呢 为军队行动方面啊 专门修建了九条非常笔直的棒道 通向主要的交战区 有了信息和交通的基础设施建设 他的军队就能骑急如风 就非常的快速 徐如林呢 说的是武田的枪兵 武田的枪兵 每个人有一支四到六米长的长枪 举起来就像是森林一样 徐徐前进 这是对付敌人骑兵的戾气 第二呢 是在军队当中整体移动的时候 像森林一样肃目严正 侵律如火讲的是冲锋陷阵 就像烈火燎原锐不可挡 第二个呢 也说明了武田军队的编制的组织和指挥系统 指挥起来能够像运用自己的手臂一样 自如指纳打纳 就是说他的冲锋陷阵 不动如山 首先是说武田信玄自己 不管战况如何激烈 他在高处都永远坐镇指挥 帅齐高高飘扬 他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 即使敌人攻到他的脚底下 他也不会起身 自然会有身边的卫士去厮杀 主帅不动 帅齐不动 那么军心就不动 奋勇杀敌 其次呢 说的是武田军的军政和纪律 排兵布阵 各司其职 稍有违反 就会军阀从事 所以不论敌人怎么进攻 武田的军人都不会动摇 不会受敌军的影响 也不会离开自己的阵地 从武田信玄到整个武田军 都是不动如山的 第三说明什么 在战略上 绝不轻举妄斗 也不去回应对方的试探 和一些行动 而有自己的节奏 就像是树林一样 就像是山一样 一旦抓住忌讳 就迅猛出击 就像是风一样 就像是火一样 所以风林火山 是武田信玄大大的 发挥了孙子兵法当中的一些 军争的精髓 难知如阴 动如雷霆 略相分众 阔地分立 玄泉而动 先知淤知之计 辙也 此君真之法也 难知如阴 就像是阴云碧天 不见日月星辰 其事不可测 动如雷霆 江太公说 迅雷不及掩耳 迅电不及顺目 就你雷来的时候 你连耳朵都来不及 把它捂起来 你闪电掠过的时候 你眼睛都来不及 眨一下 动目的注解叫 如空中惊下 不知所避也 难知如阴 动如雷霆 就是满天的乌云 看不见日月星辰 也不知道哪块云的后面 藏着雷电 那个云层后面的猎手的眼睛 却居高临下 一目了然 突然一个闪电批下来 你哪里都没有地方躲 略相分众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有钱大家赚 有财大家抢 略相就是打土豪 也是打敌国的百姓 到了敌国 一般都是下乡去抢的 抢什么呢 就是抢什么粮食啦 物资啦 鸡鸭猪牛羊马啦 都抢 还抢什么 子女金箔啊 这些各种财物 粮食物资是军队要的 孙子不是说了吗 叫因粮于敌啊 故智将物 时于敌 时敌一中 当务二十中 急赶一旦 当务二十弹嘛 他说了这段话 子女金箔呢 是将士们抢来自己分的 钱财分给大家 奴隶和女人也要分给大家 分众就是分别去啊 分别去的意思就是 人人都有机会去 下乡抢东西 没有什么危险 又有油水 这样的美差呢 不能交给一支部队去干 要人人都有机会 大家一起发财 抢劫是古代战争的潜规则 也是重要的一个激励手段 这就是军队的丑陋面啊 凡是军纪好 秋好午饭的 都是政治上有大志的 他把老百姓 已经预设为自己的子民嘛 你要保护他 预备 未来要统治他们 如果两国交战 纯粹为了争利啊 对于敌国的百姓 就没有必要那么客气了 那就是将士们的胜利果实了 就像大土豪斗地主一样 就已经定位你是阶级敌人了嘛 那就没有什么秋毫无犯了 而是要扫地出门了 看到就干掉 分胜利的果实 全村都参与 大家都分一点 就算你只拿了一个铁锅 那也算参加革命了 就这么个意思 中国和北方的匈奴 打了两千多年的仗 北方的匈奴下来作战啊 抢劫是唯一的目的 既然大家跟你出来抢 抢的机会和战利品的分配 就一定要公平合理嘛 否则那个抢劣的团伙 分赃不均会反不成仇淡 那军心呢也就垮了 而历代战乱时期的名将 在分赃上都特别公平 怎么做到公平啊 其实这很难啊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 不公平的错觉 总觉得自己吃亏嘛 所以公平根本就不存在 有一个将领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自己一门不去 我只拿皇上赏赐的 战赏上抢来的全分给你们 那谁也没有话说了嘛 因为最高的将领 是不拿抢来的所有东西的 战争一般有两种性质 一种是轻 就是侵略 我们一般都讲什么 八国联军侵略 这种叫轻是战争的一种性质 第二种呢就是罚 就比如说北伐战争 那个罚或者是 驻梁九伐中原的罚 性质是一样的 侵略就是争利 抢东西 抢地盘 没有准备要推翻你的政权 取而代之 就是抢胜利的果实 就是抢东西 打的你跟我和亲 然后向我进贡就可以了 罚不一样 罚是有政治目的的 罚是罚目的罚 罚哪里的目呢 罚的是你宗庙设计的目 就把你祖灵给树给砍掉了 一位平地 就是把你的政权给推翻 我来做天下的意思 所以罚是要罚你的政权 罚你的文化 罚你的符号 罚你各种各样的东西 建立我的政权 这是我的符号 那欧安达革命就是要去毁掉孔庙 这就是政权已经取得的 还接着要罚 历代战乱的时候 盗贼风起群雄逐鹿 只要你看哪支部队开始不抢东西 秋毫无犯了 那就是说明要立志得天下了 比如说李自成 开始就有赢闯王不纳良的称号 但是他打下北京城之后又旧病复发 忘了自己是来罚的 不是来轻的 也开始大分子女金箔 吴三桂 这就引了轻兵入关 接着来说略乡愤重 曹操注解的很含糊 叫因敌而至甚也 这什么都没说 废话一样 大概是他自己带兵 又是丞相 不想跟大家说这些东西 杜佑的注解就很具体 叫敌之相义 聚落有无守兵 六旭踩骨异于飘窃 则须纷繁替此 使众人皆得亡也 不可独有所亡 则大小强弱 皆遇于敌争利也 就是让大家都有机会 不能一支部队去吃毒食 而是大小强弱 都要有积极性去抢你的东西 曾国藩说 将道为将要联名 士兵不懂得战术谁告明 谁差异 但是人人都知道盯着前看 将你如果贪 或者是你吃空想 你占大家的便宜 那他就不会给你卖命 他如果自己很连接 时常又能拿到一些东西 给大家来分一分 那么各个奋勇跟你杀敌 这就是士兵的看法 这里所涉及到的组织 叫一个非正式福利 组织总是有一些福利的 但是正式的福利 都是该得的 就是跟工资一样 一旦成为理所应当 激励效果就会很差 甚至养出一些惰性来 总要有一些非正式福利 时不时来点小刺激 又有积极性 又有乐趣 这是比较好的 扩帝分利是什么 扩帝分利和略乡分忠的意思 差不多 都是分胜利的果实 略乡分忠是分给小兵的 扩帝分利就是分给将军的 扩就扩张的扩是一个意思 就是扩张领土 分割给各种有功劳的人 有猎土分猴的意思 曹擦的注解叫分敌利 玄泉而动 就是良敌而后动 魏辽子里面的注解叫 全敌审将而后举 玄泉就是秤驼 张领土的注解叫 全良敌之轻重 审查降之咸鱼 然后决定行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段落 当然这个段落也是非常有意思 值得反复体会的一个段落 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再见